你知道半生死靈嗎? 它的形象是個只有上半生的幽靈或妖怪 是主要在1980年代到90年代流傳的都市傳說 因為它的故事被廣泛流傳著 所以應該很多人知道 它的名字在日本叫Teketeke 是因為它在使用雙手移動時會發出這種聲音 以下是它的特徵 1. 以每小時100至150公里的速度追殺人 2. 使用手掌刑 3. 如果沒說出驅除它的咒语就會被殺 由於它無法爬樓梯 所以如果被襲擊 只需要上樓梯就可以脫身 以這樣的速度追逐 即使坐在車上也難以逃脫 對於第二點的咒语 該說的咒语是下地獄吧 稍後會解釋這個咒语 至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幽靈呢? 半生死靈的出現是因為北海道的一個悲慘事件 通常被形容為一位女學生的故事 發生在北海道的寒冷冬天 一位女學生走在回家的路上 當她經過一條鐵軌時 由於吸血覆蓋 她無法看清鐵軌 結果她的腳被卡住了 就在這時一列火車來了 不幸地將她黏過 這位女性的下半身斷裂 但不幸的是 由於氣溫急劇下降 將她的血液凍結了 無法立即死亡 她在痛苦中掙扎了一段時間 向周圍的人尋求幫助 但最終車站工作人員蓋上了布 在一段時間後才死去 在這個故事中 這位女性對那些見死不救的人懷有怨恨 轉而對所有人類的怨恨 她的目的是進行殺戮 最後變成了幽靈 然而她並未意識到自己已經死去 至今仍在尋找自己的下半身 剛才提到的第二點 就以下地獄吧 可以讓她知道自己已經死亡 這樣她也可能可以早一點到另一個世界 從中解脱 這個都市傳說和日本的紅遙 沙蔣存在相似之處 沙蔣的歌詞中包含著一個都市傳說 它的內容是這樣的 第一段呢 她的名字叫做沙蔣 因為她的年紀還很小 所以稱呼我自己為左之子 第二段 沙蔣很喜歡香蕉 這是真的 但由於她年紀還太小了 只能吃一半的香蕉 真可憐 第三段 聽說沙蔣有離開了 是因為她的年紀太小 可能會忘記我了 以上是沙蔣的歌詞 有傳聞說 這首歌講述了一位已經去世的女孩 其中有一種說法 是因為體落多病而去世 在第二段只能吃一半的香蕉 和第三段聽說要離開的部分 可以聯想到體落多病 很快就要前往遙遠的天堂 這是最廣為人知的傳言之一 實際上還有一種說法 是歌詞有第四段之後的部分 第四段是留下了她的和服 這是真的 因為她年紀還太小 所以她可能不會回來拿 真是令人傷心 為什麼留下了她的和服呢 還有更神秘的是 有一種說法是歌詞 不僅包括第四段 還有之後的歌詞 一直持續到第十段 據說沙蔣被某人推到火車前 失去了雙腳 同時也抱著對推他的人的怨恨去世 也許因為她去世了 所以無法回來拿和服 如果對四段以後的歌詞感興趣 可以參考下面的內容 第四段以後的歌詞 講述了在北海道的一起電車事故 在一個嚴寒的冬日 一位名為通古左姿子的女孩 正試圖穿越交道 在平交道的鈴聲響起時 她趕緊試圖趕過去 但由於雪覆蓋了鐵軌 她沒有察覺到 結果她的腳被困住了 她拼命試圖拔出腳來 但卻來不及 被火車撞倒 使她失去了下半身 不幸的是 由於天氣非常寒冷 她身體切斷的部分 因血液凍結 而沒有立即死亡 在她離開軌道的同時 試圖找回自己的下半身 但可惜最終無法成功 失去了生命 後來有一位與同古同班的男孩 將這事故 變為歌詞第四段的以下部分 據說是這樣形成了 第四段以後的歌詞 然後在三天後 發現了她失去雙腳的遺體 隨後傳出了奇怪的謠言 如果唱完第四段以後的歌詞 然後在三小時內 不告訴五個人 這首歌 撒講會躲走你的腳 並殺害你 這種故事類似連環性 可能會嚇到 還是小學生的孩子 以下是第四段之後的內容 第五段 撒講在鐵軌上失去了她的雙腳 所以她要來拿你的腳 在今晚哦 第六段 撒講是被謀殺的 所以她還帶著怨恨 第七段 撒講想要有朋友 所以她會帶你一起去 第八段 撒講有點嫉妒 你還活著 她好想要你 第九段 今天是撒講的祭日 所以她想要禮物 她已經決定了 她想要你 第十段 當唱完這首歌時 你會到另一個世界 跟她在一起 半生死靈 還跟另一個都市傳說很類似 鹿島林子 二戰後混亂時期 一名女性被多名美軍侵犯後 跳鬼輕生 還有許多版本流傳著 近年來 這個傳說中的人物 通常被認為是女性 但也有說法 稱其為受傷的男性軍人 最近的版本 是戰後的美軍出沒的時期 一名女性被多名美軍侵犯 並弄傷了雙手雙腳 但偶然被一名醫生救下 雖然保住了性命 但卻失去了四肢 這位女性本因美麗而自豪 因此這一打擊 使她選擇跳鬼輕生 除此之外 也有傳言 她會出現在廁所裡 但無論是哪個版本 都會說 她會出現在 聽說過她的人的面前 奪走其生命 但是她一定會先問 你需要腿嗎 或你從誰那裡 聽說了這個故事 正確的回答是 如果被問到 給我你的手 則回答我需要他們 如果被問到 給我你的腿 則回答我需要他們 如果被問到 你從哪裡 聽說這個故事 則回答路導小姐 也有傳說 在古川市和高沙市 因為這個詛咒 而發生了死亡連環事件 被新聞報導 並引起了恐慌 但是必須說 因極度寒冷 導致血管收縮 從而輕止出血 因此沒有輕易死去 而是在痛苦中掙扎 實際上即使是 北海道的冬季 那樣的寒冷 也不足以造成這種情況 除非是在數百度以下的低溫 迅速冷卻的情況下 人體的體溫不足以讓血管 收縮到止血的程度 或者使血管入口的部分 血液結冰 在被火車撞擊的情況下 身體乘上下兩半的情況 極為罕見 即使火車慢行 人體在衝擊下 也會導致全身挫傷 粉碎性骨折 內障破裂 如果速度較快 身體還會被撕裂成細小的肉塊 即使沒有立即死亡 也不可能保持意志 最後來說相關作品 在漫畫《靈異教師神梅》中 有基於半生死靈改編的故事 其情節加上了 如果聽到這個故事 三天內後就會來找這個人 給當時的讀者帶來了很大的童年因應 也因為太恐怖 使得這一集沒有被改編成動畫 這就是這次的都市傳說 我們下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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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 現在是親自小塊 在這次選擇 我們下回見 是 在這個地方 不住 我們下回見 我們下回見